我们四川的冬天 特别适合种过种过样的蔬菜 儿菜 青菜 榜菜 奶奶菜 等等等等 这些菜都会拿来做韩菜 去年冬天 我妈妈种了很多很多的青菜 她说年过完了 她就过来做韩菜 结果呢 不来了 这么多的青菜再一次变成了我的负担 我总不可能看到那些青菜难道低头 所以我只有摁到头皮把那些菜全部看回去 来说做韩菜 我妈妈说 我外婆教会了她做韩菜 所以她一定要帮我教会 以后都吃不到那种手工做的韩菜了 整理那些青菜 我真正利用了一天的时间 太阳刚出来就开始整理 都到太阳下山很久了 再把那些菜全部凉塞完成 整理是搞得我腰酸背筒推臭劲的 本来做韩菜 它是一个很好玩 很有乐趣的一个事情 结果这些菜太多了 它其实就变成了我的负担 我就觉得有点讨厌 所以啥子事情都应该有一个毒 适量 适量嘴号 说了那么久 很多人肯定晓不得韩菜是个啥子东西 其实韩菜它就有点类似于梅干菜 但是我觉得韩菜其实比梅干菜要香 我们四川有名的一道菜韩烧背 就是用盐菜来打底子的 我最喜欢吃的还是韩菜炒腊肉 韩菜炒回一个肉 辣椒一个香啊 韩菜经过几天的盐子 干了我们就可以收来开煮了 妈妈说要把那个菜晒干些 她说晒干些香些 跟我们干活的娘娘说 不要晒得太干了 晒干了就吃不动了 这个晒得干不干 跟吃不吃得动没啥子关系的 因为还要洗 还要腌制 其实我们老家煮韩菜 跟杜蒋园那边的煮法 也是有点不一样的 直接腌鲜菜腌制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晒干可以吃了 我们老家是把菜先晒干 然后腌制 腌制好后晒干 在状态里面慢慢发酵 很长一段时间才可以吃 老家的这种方法 煮的韩菜特别特别的香 把晒好的青菜洗干净后 沥水沥干再软盐 我水分没沥干软盐 它是不好软的 我试过了 因为这个菜晒得比较干 盐它是不容易进去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 慢慢慢慢地揉搓 让这些盐 渗透到菜里面去 把菜揉好了以后 放到缸子里 腌制个一天一夜 把盐跟彻底地 融入这个青菜里面 盐制好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晒干了 当晒得瓣干的时候 我们可以上一盐鲜蛋 如果太淡要继续加盐 因为淡了 这个鲜菜就有点酸 它是不香的 妈妈说 焊菜焊菜就越焊越香 当然太焊了 肯定是不好吃的 还是那句话 适量 适量就好 这些菜晒干以后 就直接装碳 汗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压死 把碳子扣封好 不要让它进空气 在碳子里面 密封发酵半粘 就可以吃了 当然如果是 碳子里面发酵一粘一上的鲜菜 把碳子一开 一公里外都闻得到那个香味 太香太香了